华山基金会民间爱心天使站 之前办理建站八周年感恩茶会 由公益小天使表演精彩的肚皮舞拉开序幕 南投县站长及来宾们带领长辈一起做拼贴话 并颁发感谢状给协助的志工及团体们 约有四十多位长辈到场共襄胜聚 一位阿嬷则表达了心里的感恩 她感到非常的高兴 感恩茶会结合了香味声索 为长辈们凉血压及易剪头发 护理长曾亚连表示希望借油活动 让民众能够更关心自己家中的长辈 卫生所除了提供了照护医疗服务之外 特地跟我们的社福团体 一起结合 然后呢希望能够做一个抛砖引玉的动作 让我们的社区民众能够开始了 能够关怀我们自己家中的长辈 还有社区的长辈 华山基金会主要服务失能 失衣失智的三师民众 民间天使站站站长张佩贤表示 希望借油活动让长辈走出户外一起聊天 目前服务80多位的长辈 那今天很开心能够邀请我们服务的 大概将近40位的阿公阿嬷 然后一起到民间卫生所来同欢 希望能够举办活动邀请长辈走出家门 把心里不愉快的一些事情抛出脑后 然后到现场来 就是大家能够开心的一起做活动 县议员罗美玲也肯定华山志工 常陪伴长辈们聊天 她也鼓励长辈们多走出户外 让生活更丰富与快乐 华山基金会长年以来呢 都在照顾失能失智跟这个失衣的这个老人 所以我们对华山基金会的这个善心呢 是非常的这个肯定 那美玲也在这里呼吁 如果可以的话呢 欢迎大家加入华山基金会的这个志工 那我们一起呢 为这个老长辈的未来呢 一起来努力 因为台湾的这个老年化非常的严重 以后老长辈都很需要社会的这个关心 民间天使站服务有80多位的长辈 藉由庆生感恩场位 让更多人能关心自己家中的长辈 也让社会更加温暖与祥和 记者王水仙民间采访报道